全片講查了才講 歡迎收看本期的生活調查團 我是嘉嘉 相信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都曾經吃過葵瓜子 也有可能越到這樣的情況 就是吃了苦的葵瓜子 想起現在口都有點苦苦結結 吃了苦的葵瓜子 口都會有劫和苦 現在網上有一條傳言 如果你吃了苦的葵瓜子 就要立刻吐掉它 否則很容易會黃骨梅中毒 而且這個毒素 分分鐘還比披霜要高成68倍 究竟是真還是假的呢 我們今期節目就帶著大家 一起調查清楚 老大太平時最大的消遣就是葵瓜子 無論去到哪裡葵瓜子都不離身 走到樓下停下來休息時剝瓜子 外出散步時又要剝瓜子 就算也要剝瓜子 看電視當然也不少燈 剝瓜子 喂 媽媽 你有沒有吃過那些苦的瓜子 真的很多人平時有空時最喜歡吃的零食之因 剝到苦瓜子也是常有的事 有時嫌麻煩就直接吞下去 如果吞了苦瓜子會導致中毒 那麼以後誰還敢剝瓜子呢 南瓜比較濕 濕潤 它是煤變的機率比較大 但是不代表所有的瓜子都會煤變 還有不代表所有煤變都會產生黃曲煤素 有可能是其他的煤菌產生其他的毒素 微博傳言說這種苦味的瓜子含有的毒素是黃曲煤素 我們上網亦都翻查了關於黃曲煤素的一些資料 策略顯示 1993年世界衛生組織將這個黃曲煤素定性為一類致癌蚊 亦就是高致癌蚊 黃曲煤素現在是鐵板丁丁 已經輕言為它是一種很強的致癌物質 如果是大量的急性中毒 它會出現一些輻射等等才會有胃腸道症狀 但是最可怕就是長期的一個積累的問題 因為黃曲煤素陣入到體內 在肝臟裡面它是很難排得出來的 如果是長期越來越多 積累越來越多的話 對我們的肝臟存在一個很大的傷害 會破壞肝功能 最後更可怕的就是轉化成肝硬 原來這個黃曲煤素毒性竟然有這麼大的 如果說苦的瓜子當中 真的含有黃曲煤素的話 那豈不是很牙眼 有些抬瓜子 即發苦的那些 是有些滋癌物 有啊有啊 聽說過 有知道 聽說過 質量問題 都是看它有沒有反眩 好人啊 這裏比較空 拿到個發尾的那個苦澀的瓜子 要重駐的呢 對 在所有參與採訪的街坊當中 超過80人吃過煤變的葵瓜子 然而它有四成的街坊不知道 吃了煤變的葵瓜子可以致癌 那現在市面上面的葵瓜子 是不是真的出現了這麼多的煤變情況呢 我們隨機在市面上 購買了六個不同品牌的代裝葵瓜子回來 現在將每個品牌的葵瓜子 分別取出100坑 然後將它們剝皮 並取出葵瓜子引 然後分別對葵瓜子引的大小和質量 進行評測 現在我手上拿著的這塊板 上面就寫著了評測的標準 評測標準是這樣的 臭指率就等於壞的瓜子 隨與全部的瓜子總數 再吃予100% 那究竟我們桌面上的這些瓜子 它們的臭指率有多高呢 我們現在立刻來看看先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桌面上 放著了不同牌子 不同口味的這個葵瓜子 我們也將它們倒進前面的托款 分別就丟避了1、2、3、4、5、6號 好像第一款 我們可以看到它表面的那層黑色的東西 已經打磨了 變成了米黃 米黃色是比較光滑一些的 再來看看第二款 第二款就是正常我們看到的葵瓜子的感覺 第三款的話 它對比起第二款和第一款的話 它的科粒是偏長扁型一些的 第四號的話 和第三號又不一樣 顏色來說的話 就會比三號要深色一些 但是它的科粒就會比較偏向飽滿型一些的 五號的話 就是比較大科粒的那種葵瓜子的感覺 六號瓜子的話 對比起其他的一到五號的話 它的色澤是比較光亮一些的 細緻的觀察之後 我們再用電子稱 稱了葵瓜子人的重量 不同葵瓜子的出人率相差不大 同樣是100克的葵瓜子 剝出來的葵瓜子人 平均都是42克左右 接著來我們把臭紙 也就是發霉、春芽、松柱等等的瓜子 選出來 再稱重 發現樣品二的臭紙最多有8.3克 其次是樣品四和樣品五 也有6.5克的臭紙 壞瓜子最少是樣品六 只有1.4克 我們從今次的這個實驗結果來看 可以見到二號和六號 壞瓜子是比較多過 甚至乎有些壞瓜子還有白種毛 之前專家也跟我們說過 說這個瓜子在煤變的過程當中 是會產生有害物質的 究竟這些瓜子當中的煤菌素量有多少呢 這些煤菌當中 會不會有致命的黃蚵素呢 接著我們就會帶著這些瓜子 去專門的檢測機構做個檢測的 檢測人員將開始 對這六個不同品牌的壞瓜子 進行煤菌菌毒的檢測 三天之後我們收到檢測人員發來的照 煤菌素量真是聲羅其報 嘩 檢測的壞瓜子裡面 竟然含有這麼多種的煤菌素量 那裡面又會不會含有致命的黃蚵梅素呢 為了檢測苦味瓜子 是不是含有黃蚵梅毒素 檢測人員將對瓜子再作進一步 的詳細檢測 有相關研究顯示 一個體重70公斤的正常人 只要涉入20毫克的黃蚵梅素就會死亡 那這些壞瓜子裡面 到底會不會含有強之牙蚵 黃蚵梅素呢 一天的時間就過去了 我們現在再次來到檢測中心 那究竟我們會得到怎樣的結果呢 馬上去看看吧 通過檢測我們可以看到六個試紙卡上面寫著兩個英文字母 C和T如果是位置C和T都顯示出紅色線條的話 則判為陰性也就是不含有黃蚵梅毒素 我們可以看到前面的六個試紙卡上面 C和T的位置上都出現了紅色線條 也就是我們剛才從六個品牌的瓜子選出來的壞瓜子 都不含有黃蚵梅毒素 結果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它發苦味的這樣的狀態 它不一定是因為黃蚵梅素超標的 而是有可能是之類的氧化變質 出現一些蝦味 然後有可能它是用蟲蟲 也都有可能是因為它本身工藝流程 那個問題將它控烤得太厲害了 產生一些苦味都有可能 所以不一定是因為黃蚵梅素的問題 也不一定是發霉的問題 而且在瓜子和花生類比較 花生是更容易產生黃蚵梅素的 而相對來說 瓜子是比較 產生黃蚵梅素的可能性是比較低的 專家還說要避免接觸黃蚵梅毒素 就要避免食物發霉 南方的天氣比較潮濕 就要更加要注重食物的儲存 要將食物存放在乾燥通風的地方 最好都是有空拿到太陽底下曬一下它 另外有些食物存放的地方 如果不夠衛生乾淨 本來就存在黃蚵梅菌 食物放進去也都會受到污染 所以大家對於那些發霉的發芽的 又或者是蟲鑄的葵瓜子 就一定不要心軟堅決地把它們扔掉 千萬不要覺得浪費或者怕麻煩 直接吃到肚子裡 另外我們平時在購買葵瓜子的時候 怎樣才可以避免不買到 一些發霉的蟲鑄的葵瓜子 我們在吃瓜子的時候要特別留意 譬如我們剝瓜子的時候 打開殼之後一定要看看 這個瓜子有沒有發黑變色 還有縮細 比較乾的 比正常的瓜子要細 這樣的情況 就有可能出現一些狀況 另外還有一個聞 聞一聞它有沒有味道 如果有些奇異的怪味 我們就建議不要再吃了 再有就是先嘗試 慢慢咬不要立刻吞 如果你發現它是有苦味 或者有其他味管 你立刻拿出來用水 用水來沖沖的口 這樣就會盡量避免一些 發霉變質的瓜子的食用 調查到這裡 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了 虎的葵瓜子在煤變的過程當中 的確會產生黃曲霉素 而且毒性還很大 不過也不是每一粒虎的葵瓜子當中 都可能會含有黃曲霉素 但是為了安全起見以防萬一 我們最好在吃虎的葵瓜子的時候 都是吞了它 然後浪浪口比較好 講完這個葵瓜子的問題之後 我們再來看看 另外一個都是很受歡迎的食品 就是全麥麵包 前幾天 有一位住在越秀區的黃女士 打電話來跟我們報料 她懷疑自己所賣的全麥麵包 並非是增值的全麥麵包 而是添加了焦糖色素的麵包 到底是甚麼回事呢 我們一起去看看 黃小姐近期準備開始健身減脂計劃 健身教練給出的意見就是 早餐盡量吃全麥麵包和脫脂牛奶 還第二叫黃小姐最好不要吃小麥麵 等等精製粉造成的麵食 黃小姐按照教練的建議 堅持吃了一個月 但一個月之後減脂效果一點都不明顯 於是她就回看每日她買的全麥麵包 配料表一看 這個所謂的全麥麵包 根本都沒有全麥麵成分 現在大家越來越追求健康飲食了 自從粗糧的營養價值被大家認可以來 不少人都開始熱烈地追求全麥食品 其中一樣就要當數全麥麵包 現在全麥麵包在超市的貨架上面 佔有越來越多的位置 已經成為食品界的新寵 那麼全麥麵包究竟好在哪裏呢 那麼全麥粉和普通麵粉在營養價值上面 有甚麼不同呢 基本上我們如果是真真正正的全麥麵包的話 它裡面因為含有比較大量的纖維素 腺食纖維、維生素B等等 這些可以預防我們食一派精 而導致的能量過剩和肥胖這些情況出現 另外腺食纖維可以調理腸圍 幫助促進我們腸圍的消化吸收 還有因為腺食纖維對結腸的作用 可以分解一些短片的脂肪酸去營養我們的結腸 所以可以預防還有腺食纖維 可以促進這些有毒素的排出 增加大便量等等 這些這樣的因素都會對我們預防結腸癌 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照這樣看來 全麥麵包的而且確是一件好東西來的 但是報料的黃小姐就說 現在市面上所賣的全麥麵包 並非真正的全麥麵包 都是掛羊頭賣狗肉不含全麥粉的 那麼究竟是甚麼一回事呢 現在我身後就有一間麵包店 好了我們一起進去看看究竟 行人麵包碟 我們馬上在貨架上面 看到一款喝式的包裝上面 寫著全麥吐司巾 翻看它的配料表 它的配料為 小麥粉、水、白砂糖、麥麒麟 雞蛋、麵皮粉 最後先到全麥粉 現在片上放著的四袋麵包 就是剛才我們從四間不同的麵包店 買回來的寫著是全麥麵包的麵包 雖然說它們都是全麥麵包 但是賣的價格就不盡相同 好像最便宜的四元就可以交易了 而最貴就要十五元 它們的價格平均都比普通的麵包要貴一點 我們也都將它們拿了一塊出來 我們也可以看到這些全麥麵包的顏色 都是親似不齊的 好像深色的這個就比較偏黃河色 而有些也是比較泛白色的 就好像這個比較白一些 這四款全麥麵包的配料表也都大致相同 洋品一的麵包配料表只有小麥粉、披芽粉、奶油等主要材料 但是就並沒有全麥粉和麵皮 洋品二的麵包配料當中有小麥粉、白砂糖、水和牛油等等 也都沒有麵皮和全麥粉 洋品收的麵包也就是只有小麥粉、披芽粉和白砂糖等等 依然沒有見到全麥麵粉的身影 洋品四的麵包也都只有小麥粉、麵粉、披芽粉也都沒有全麥麵粉 為甚麼這些打著全麥稱號的麵包裏面 卻不含有一些全麥麵粉 蒸白麵粉再加上麵皮 再滴入少少的焦糖色素 就可以做出耳架亂真的全麥麵包 粗加工的話我們只要去殼 這個廠房我就叫全麥 如果再精細加工去除 即是已經連磨去除了這個麵粉層 外面的麵粉層 然後在加工的過程中 這個披芽又會掉出來 比較容易掉的 它的結構不是很穩固的 那這個情況下 披芽裡面是含有很多維生素 B造維生素和維生素E的 披芽沒有了 那麼維生素E基本上就全失了 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叫精加工、叫精量 剛才只是去殼的 這些保留了大部分的營養 我們叫做全麥 精白麵粉、麵粉、麵粉、焦糖色素 幾種簡單的材料 就可以做出耳架亂真的全麥麵包 是真的不是的 那我們現在就來到 一屋外耳空培店 馬上找老師幫我們做一隻 真正的全麥麵包 然後再對比一下 以上的幾種材料 做出來的假全麥麵包 看看會有什麼不同 馬上出發 Hello,KK 今天又要麻煩你了 我們今天想做兩款麵包 一款就是真正的全麥麵包 而另一款就是假的 耳架亂真的全麥麵包 然後我看到你都已經放在材料 準備了什麼 一款就是我們真正的 用全麥麵粉來做的 一個麵包的材料 一款就是這個 我們市面上可能都會買到的 這個假的全麥麵包 用的所有材料 到時我們就會做一個對比 從材料上面來看 清白麵粉是小麥芯磨成的粉 顏色特別棒 質地亦都比較厲害 而全麥粉是整棵小麥 直接磨成的粉滿 所以顏色所見到都是呈熱渴色的 而且還可以見到 星星點點的麥麴皮 製作假的全麥麵包的另一個主角 就是這些焦糖色素 焦糖色素是食品添加劑的一種 它經常被用於製作甜點 控制食品、糖果等等 材料準備好之後就可以動手做了 今天我們的調查員 嘉嘉負責做假的全麥麵包 老師就做真的全麥麵包 嘉嘉和KK老師分別 將材料攪拌在一起 然後將它們油成麵團 原本剛才是白白 但是加了香蒸之後 顏色就會變得黃河色一些 然後看上去跟老師那邊 就真的有點相似了 嘩 如果不是一直收看著節目 我還真的一點也看不出來 接著下來 我們將這兩份麵團 拿到烤箱發酵20分鐘 然後再烤10分鐘就可以完成了 好了 新鮮講義了 新鮮出爐的麵包 已經香噴噴地放在我們的麵前 就是我們面前這兩個 不知道電視機前的你們 可不可以分辨出 哪個才是真正的全麥麵包 而哪一個是可以以假亂質 混淆視聽的假的全麥麵包 現在切開了一邊之後 我們可以見到那邊的麵包 是有很多一粒一粒的東西 類似於小麥 那樣的一粒一粒的 這邊它的麵包身 都是呈現一種黃河式 而且裡面都是有 有一些一粒一粒的東西 不過就沒有這邊那麼明顯的 那自至目前為止 街坊朋友你們又分不分辨得出 哪邊才是真正的全麥麵包呢 新的和假的全麵包 你覺得哪一個是 覺得好像沒怎麼調過 應該是比較像原來麥麥的味道 我們問了十個街坊 只有一個人答對 而其他全部都答錯了 大家都是從顏色和口感上面來變變 而假的全麥麵包 正好就是從這兩個方面作減 所以蒸白麵粉 再加枯皮 再加焦糖色素 真的可以做出 以假亂真的假全麥麵包 既然全麥粉的營養價值這麼高 面對著琳琳滿目 顏色質感不一的全麥麵包 我們應該怎樣變變真假呢 第一步就是我們要看它的配料表 配料表就是它這個 你可以看到奶、胚芽、小麥粉 完全沒有提到任何全麥麵粉 所以它這個不算是全麥麵包 就算它有全麥麵粉在裡面 也要看一看它是排在第一位 還是排在最後一位 因為國家上規定它寫的配料表 成分最多的配料它擺在第一位 最多的小麥粉它也是擺在第一位 但是它也不是全麥麵粉擺在第一位 第二點就是我們怎樣去辨別 就是看它的顏色 可以看回我們這個 這個我們自己做的 真正的全麥麵包的顏色 你可以看到它是淺淺的渴色 是很自然的一種顏色 我們再看回我們自己在這裡做的一種 一種假的全麥麵包的顏色 它雖然是接近一種渴色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的顏色 是不自然的 雖然很均勻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中間 它是會發白的 你看回這個 真正的全麥麵包 它是很自然地混在一起 不會有顏色的區別 第三點我們就會說到膚皮了 我們首先就看看我們真正的 全麥麵包的膚皮是怎樣的 前面這些是很大粒的膚皮 而且是很天然的顏色 而這個我們做的假的 全麥麵包的膚皮 你可以是撕開它 才可以看到很小的一粒 最後一個就是這個口感方面 口感的話 你可以看到我們真正的 全麥麵包 它裡面是這麼多的全麥在裡面 所以它的口感是會很粗糙的 沒有膚皮的這一種 是比較滑的口感 而且不會很粗糙的 只要大家記住以上幾點 就可以很容易辨別出真的全麥麵包 另外前面說到的堅果 葵瓜子 也都要小心吃到苦味的瓜子 因為苦瓜子是會含有有動物質 黃曲梅酥 不小心吃到 只會馬上吐出它 再朗口才行 節目的最後 要再一次溫馨提示一下 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記得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的八點半 鎖定公共頻道生活調查團 因為我們的工作人員 會去到不同的小區 逐家逐戶這樣上門去敲門 送大禮 只要在打開門的那一刻 你在看的是我們的生活調查團 而且可以順利答出 我們工作人員提出的問題 就可以獲得免費的大禮品 你們準備好了嗎 馬上開門 這是我們送你的大禮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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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現在我們已經來到居民樓下 到底今天晚上 誰會是我們的幸運家庭呢 我們馬上走吧 嗨 你們好 你們好 現在是不是在收看我們的節目啊 看那個生活調查團 這是我們的節目啊 今天我們就要送禮包到您家了 那很高興啊 對啊 剛好就看到您在收看我們的節目 那我要問您一個小小的問題好不好 好 阿姨知道我們這個生活調查團的播出時間是什麼時候嗎 8點 8點 8點半到9點 哇 看來是阿姨是我們的忠實觀眾 回答正確啊 那這樣我們就把我們的大禮包 我們的油送給我們的阿姨 啊 謝謝我 啊 這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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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問你一個幾個問題 好 我們這期節目的好不好 好 有沒有信心 有 哈哈 你知道我們這期節目主要播出的一些主要內容是什麼嗎 主題 奶粉真善 奶粉呢 對奶粉的 那就是說我們這期講的是奶粉的一個消毒劑的問題 還有一些 您覺得這些奶粉當中有沒有含有消毒劑 應該有 應該有 你怎麼知道的 我再看著吧 哈哈 我一邊看 哈哈 回答好 回答非常非常正確的 我們就再把另外一份小禮品也送給我們的阿姨 另外一份小禮品 謝謝啊 你覺得最喜歡我們節目的哪個調查員 有一個李秋佳琪吧 哦 琪琪 還有一個佳佳 我平常也有看 平常也有看 延遍 延遍講 查了再講 Yeah